CB 進行曲 實在有夠讚 讓我們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 精打細算的人妻 Vicky 歡迎你們一起過面的大家 遠離舉動多好知識賽 有夠讚 好美喔 好美喔 歡迎請回禮 好吃的金菇財股 讓我現賺60萬 實在有夠讚 注意啊 雷石健康操 現在開動了 好 1 2 3 GO 不要動 肚子大好喜愛 真的 真的嗎 這個跟女兒一起做麵克達 好幸福 對 像是比較台式的 你們家大概做多大 這麼大 我們家不一樣 我們家做麵克達做這麼大 對 什麼麵克達 你不是做麵克達嗎 好 抱歉 抱歉吧 可是我是在沒有任何人教的狀況之下 隔天接完女兒就去買食材 然後就跟著我女兒 就從麵粉開始 我只知道說要用中筋的麵粉 該不會到最後是妳女兒教妳做 沒有 沒有 然後就開始就是 從麵粉開始揉 揉揉 揉成一個麵糰 你知道那個揉麵糰揉到那個 揉成一個麵糰 揉成一個麵糰 邊揉的時候 邊想一想起曲哥 你落在的 都我一個人要教孩子 整段哭到現在只是為了要罵曲哥 沒有 沒有 其實也可以增進她跟女兒的感情 對 其實玩麵粉 然後小孩一起捏 一起做 對 所以我沒有想到 因為麵糰他一定要做一大鍋 結果做完 鄰居都聞香而來 對 做得很好 成功了 我跟你說 這麼大鍋 這麼大鍋 整鍋吃了 那維莉姐呢 維莉姐會做菜嗎 我是 有 我有做菜在家裡都有食譜的 真的假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一鳴哥那麼愛挑 都做什麼 對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京都排骨 因為我現在新家的廚房 就是因為我去參加一個節目的廚藝大賽 最後以京都排骨打敗了林思佑姊 我就奪得了60萬的 真的假的 真的 京都排骨我不只是還拿走60萬 那個廚具現在就在我們家 Vicky也有去過 所以你每天都會想到京都排骨 因為你只要看到廚房 京都排骨 其實吃對每個人來講都是幸福 真的 當然 今天我們要讓大家再幸福一下 好 在幸福吃這個幸福料理之前 我們先來個美食咕咕了 好 好 今天美食咕咕會有怎麼樣好吃料理呢 今天的咕咕的美食 是以上等肥美的挪威鮭魚 離上頂級的英國黃芥末 及茴香調製而成的醬汁 搭配美國大干貝 做成茴香芥末奶油鮮貝 這套充滿高級食材的料理 到底值多少錢呢 請您猜猜看 請問的美食小天使 麻糬腿腿腿給大家瞧瞧 茴香芥末奶油鮮貝 是以鮭魚中肉質最細緻 油質最豐富 品質最高級的鮪威鮭魚手做成 各位啊 它要價一公斤要一千到一千五 是 茴香味好重 最厲害來到它的醬汁 是由高級的白酒熬煮濕羅 茴香奶油還有最頂級的英國黃芥末 是的 這樣子一個頂級的料理 你覺得它要多少錢呢 來 請顧駕 來 第一組 不要一千二吧 一千兩百塊錢 一千兩百塊錢 但是請你低一點 第二組 980塊 980塊錢 980塊錢 980塊錢的確低了那麼一點點 但是還可以再低下去第三組 再低一點 光看這麼漂亮的擺盤 我覺得是 780 還可以再低減第一組 那只有560塊 如果你要吃到這樣頂級的料理 其實你還是可以再低一點第二組 低一點 茴香的價格 480 480塊錢 在那唇槍射彈之後 480塊錢出現了 到底是不是480塊 可以再低一點 480塊 好 400塊 還是太高再低一點點 好 幾個組 太誇張了 他有千倍 而且是頂級的規模 難道是 可以再高一點點 我有機會了 再高一點點 高一點點 一點點 一點點 369 369 369 怎麼會有人有多了一個9字呢 恭喜你答對 好 菁姐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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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色澤非常地漂亮 對 還有滿滿的黃芥末 芥末爛嗎 這麼大塊 我的天啊 黃芥末一點都不辣 嗆 也不嗆 重點是他的鮭魚有煎過 所以他的表皮是酥酥脆脆的 對 然後裡面是 對 裡面是嫩的魚肉這樣子 我可以吃嗎 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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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喔 好甜 好甜 對不對 那個鮭魚的油脂整個那個香氣 乾貝 真的很豐富 對 重點來了 我的天啊 它有埃根包在外頭 對 好大 我以為你要這口吃下去 很大的口 一定很彈牙 你應該變美人魚了吧 他應該在你嘴巴裡面 彈彈彈 變美人魚 我的天啊 我只能用鮮美來形容這個乾貝 鮮美啊 很彈牙 很彈牙 真的變成一條魚 真的 真的 他竟然吃完還餵服耶 然六、九 真的也 老闆不要賠錢賣好不好 對啊 這樣子海鮮的一個搭配 我們恭喜我們的VIKI姐 得到一個贊助 對 恭喜 吳文 我要祈到現在天氣的料理 所以大家一定要加油 加油 好,再來我們進行我們的 有夠讚美食秀 好,今天我們有夠讚美食秀裡面 帶來的料理呢 他的名字聽起來平衡心的 你吃過看過 而且你都買得到喔 趕快讓我們歡迎一間有夠讚的師傅 謝潔玲師傅 謝謝師傅 謝謝師傅 我們來請問一下師傅 今天帶來好吃料理是什麼 什麼 今天料理的主食才有美味健康的鹿野雞翅 隨手可得的磚塊巧克力 配菜方面有青椒、紅椒、花椰菜 及玉米筍切成的蔬菜丁和洋蔥 調味料則有增加香味的奶油塊 吃著健康的橄欖油 還有位於法國美食頂點之一的秘密武器 有 用這個鹿野的雞肉 奇怪了 我們台灣有烏骨雞 對不對 放山雞 還有菸雞 有沒有 都很好 為什麼要用鹿野的雞翅呢 對啊 為什麼 因為鹿野雞它本身的肉質就是鮮嫩 它就特別營養 它沒有打一些抗生素、生長技術 吃起來對我們人體會比較健康 鮮嫩多汁又味美 那到底是為什麼呢 讓我們來考考你們囉 好 題目是 請問鹿野雞 餵食什麼飼料肉質才可以變得 這麼有彈性又香甜呢 1 稻谷 2 油菜花 3 木草 請請答 雞肉這種問題問我就對了 你又對了 不是 不是 我有人叫 答案是 木草 住植香甜有彈性的鹿野雞 真的是吃木草長大的嗎 這是 問我就對了 你又會了 沒錯 不是 沒有人叫 答案是 木草 沒錯 為什麼 而且它是放山雞型的 所以它的肉會比較鮮嫩 比較咬起來有嚼勁 有肉 所以木草也是最有機的 到底它的答案 是不是正確的呢 我們來請問一下謝師傅 正確答案 我今天也可能是老高的感覺 對 對 你們嘻哈歌手 一定好像是老高 又 又 又恭喜林道遠 艾成給他一個贊字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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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要問一下謝師傅 它跟外面市面上比起來的肌肉 像外面上大概是 大概在80塊一台金左右 像鹿野雞的話 它大概在一個 貴一倍的價錢 所以我們今天的食材 就是頂級的鹿野雞翅 好 首先的話 我們就是要先把鹿野雞翅 先把裡面的骨頭先去掉 到市面上你就跟他講說 老闆我要那個二截翅 二截翅 它裡面前面還有一隻棒棒腿 棒棒腿已經去掉了 對 現在它雞的話 它有一個 它的構造有一個雞翅 它裡面 雞膜 電子雞前面的觀眾朋友 可以跟著我們一起來做 如何來把這個雞翅來去骨 白色的就是它的雞肉的筋 它的筋 對 我們先畫一刀 對 翻過來一樣 一樣的動作 一樣再畫一刀 對 它就是四邊都有筋 一樣就順著它的那個雞肉的筋 下去割它 對 哇 去骨也滿 雞翅其實要去骨真的很難耶 對啊 不容易 或者是你用刮的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用把它這樣子刮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樣慢慢 在去骨的過程裡面 好 我們今天要把骨頭去出來了 好 因為關節的部分我們只要反折 它骨頭就能夠順利取出 還有關節劑有沒有 對 哇 哇 整塊起來了 也好了 整個肉都一樣包覆在裡面 只有我們取出的骨頭 真的 真的 好方便 是的 去骨去完之後 我們就是先來做一個 醃漬的動作 我們調味的話 因為烤出來顏色要好看 我們先會用一些醬油 讓它上色 對 但不要太多 不然烤出來會差回搭 對 就每一支整個沾到就可以 是的 再一點點的鹽巴 醬 都是一點點 對 一點點的橄欖油 橄欖油 橄欖油 橄欖油很好用 真的 每一道菜都可以用 每一道菜都會用到 稍微把它抓麻一下 我們靜置大概30分鐘 左右讓它整個入味 30分鐘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來開始做 巧克力燉飯的部分 很棒 經典 巧克力來了對不對 它的爆香料 我們今天就是用洋蔥 洋蔥 以及紅蔥頭 紅蔥頭 紅蔥頭 有點台式 對 蒜末 因為今天那個爆香部分 我把它切末 所以你在爆香的時候 火勢我們要稍微小一點 接下來我們 為了增加它的米粒的甜度 我們加一點白酒 白酒 我好取不下 對 白酒它有一點甜味 一定要把它酒精揮發掉 它吃起來才不會酸酸的 好香喔 它把酒精揮發掉 吃起來它本身的葡萄酒 就變甜了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重點 是的 接下來我們是下鮮奶油 鮮奶油 鮮奶油 好豪邁 這顏色好漂亮 這時候我們就先把我們今天的主食材 一些巧克力 巧克力 巧克力 重點來了 巧克力的話在市面上邊商店 我們能夠都買得到的東西 對 就這樣放下去喔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它就會融化 它融化 好香喔 就這樣下去了 對 所以它等一下顏色就會慢慢變黑 對 我們的醬汁做得差不多了 大家一定很好奇 那我們的燉飯 我們的燉飯到底要用什麼樣的飯 才是最好的呢 對 1 隔夜飯 2 糯米飯 3 剛煮好的飯 請搶刀 Vicky姐 這位家庭主婦的我這一題 絕對有把握 真的 隔夜飯 對 隔夜飯是做炒飯的吧 都一樣嗎 為什麼呢 這是隔夜的表情 為什麼 對 我們的Vicky姐答對了嗎 正確答案 答對了 我們恭喜我們的Vicky姐 再給他一個贊助 除了剛剛所講的就是 什麼隔夜比較好吃以外 就是因為它 真的 剛煮好的米飯 它會比較濕 所以我們要讓水 水分比較多 所以我們又要再加燉飯的話 它又有水 所以它整個米也會再下去 豁的話 整個會糊掉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開始 加我們今天這個 可以 隔夜飯有沒有 這個飯的話我們就要斟酌一下 因為我們在相當米飯的話 雞翅裡面的奶會比較小 這個時候一樣 我們用中小火下去慢慢的餵它 讓它整個巧克力的醬汁 能夠巴住這個米粒上面 因為咖啡色的耶 非常的平均 好漂亮 之後我們要增加它整個的奶香味 我們加一些 奶油塊 奶油塊來了 又有奶油 然後有那個 好香喔 其實巧克力也分很多的等級 我們一般到底要怎麼去買呢 請問 下鍊哪一項是品質不好的 巧克力的特徵 1 表面粗糙 2 表面柔軟 3 表面灰白 請搶答 怎麼一直是妳 露子姐 怎麼沒有問題 妳不是第一個這樣子講的 通常吃不到的都會這樣說 好 我覺得是灰白 灰白 感覺它有點水溝的感覺 到底怎麼樣來分辨巧克力的好 歡樂 歇斯豐 畢竟覺得答案是正確的 好 好厲害 開始了 厲害了 好厲害 恭喜我們的畢竟姐 帶歌到一個站子 好厲害 太厲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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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問歇斯豐 為什麼不好的巧克力是那個顏色 因為它在巧克力的話 它裡面本身有可可籽 為什麼它會擺一擺的原因 就是它可可籽跟可可分離了 對 所以我們在挑選巧克力的話 除了露眼再判斷的話 我們就是巧克力本身的 好的巧克力 它像一面鏡子一樣 它有反光 真的 真的 我跟你說真的女生 超愛吃巧克力的 我太愛了 維麗姐聽說妳也超愛對不對 對 我對巧克力又愛又哭 為什麼 因為有一次就話說 有一個非常仰慕我的男人 好 那一輩子仰慕妳的人也是 重點是 他送我的那一盒巧克力相當地光華 話說我在看電視 我就把它當餅乾在吃了 我把25顆都吃完了 好 然後妳知道嗎 我非常開心的 然後我就去睡覺 為什麼 那個熱量很高 你胖太快了吧 所以她是吃過兩個健康都不好 為什麼沒有吃 為什麼也變豬頭 妳本來就是豬頭 喂 喂 師傅呢 我們接下來要怎麼做呢 我們要增加巧克力燉飯的風味 我今天又多要添加一個 法國美食三寶之一的其中一寶 三寶 法國美食三寶 三寶 秘密武器到底是什麼呢 答案就是 感覺我來到法國了 聖經全場的頂級食材 法國美食三寶之一的是什麼呢 廣告回來覺得 對 我們要增加巧克力燉飯的風味 我今天又多要添加一個 法國美食三寶之一的其中一寶 三寶 法國美食三寶 秘密武器到底是什麼呢 答案就是 松露 好多看 這是輕人的食肢 誰要欣賞好不好 今天你們來到貴寶地 要吃到松露 馬上就可以吃到 我感覺我來到法國了 好強 手機幫忙來聽 有些人把它俗稱是瓦斯的味道 瓦斯的味道 瓦斯的味道 對 松露一下 那就是松露迷人的地方 現在的時候我們來開始下 我們的松露一下 師傅多一點點 多加一點點 今天就要讓大家有物操所持 師傅會覺得上了這一船 今天又剩有福氣了 真的 一般下的量才多一倍 對 真的開心 我們加的不只是松露 我們加的還是誠心 還有我們的心意 更重要我們加的是金錢 真的 有金錢 師傅人很好的 那用小火下去就好了 因為松露它是怕熱 它預測它 這味道就會不見了 所以它特別的珍貴 稀有就是這樣 我們的巧克力松露飯 就可以大功告成 這時候我們剛剛所醃的那個 雞翅 我們今天就要把這個飯 香到這個囊 記得在曬的時候 不要曬太薄 因為它待會兒進烤箱的話 會再膨脹 會整個爆開 我們還要烤 飯的量是差不多這樣子嗎 師傅 對 大概一口的量 一口 對 不用雞翅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 因為像我們分量比較大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用雞鬼來代替 沒問題 乾脆說用豬腳算了 雞鬼 你現在把它封起來 用牙籤 待會兒它進去烤箱的話 它會膨脹會爆開 所以我們用牙籤把它封出來 把它封出來 把精華都封在 好像在把它封起來 是 這時候我們要進烤箱之前 為了它增加 就是魚幫水 水幫魚 讓它增加整個的香氣跟甜味 所以我在烤 在雞翅的底下 會襯托一個洋蔥 洋蔥 多層次的口感 是的 所以我們不用特地把它 放在那個大烤箱 都不需要 很便利的 溫度大概在180左右 大概在20至30分鐘 然後為了讓它烤出來 是金黃 酥脆的 所以我上面會刷一些 這個蜂蜜水 蜂蜜水 好用心喔 我覺得這也算是秘密武器了 菜就是要金黃色 對 好 進烤箱 稍微一樣 一些些的橄欖油 一些些的橄欖油 我們的好朋友 好朋友 喝亮 這時候就可以進烤箱了 好 接下來我們就是 要搭配它整個顏色的跳脫 要炒一些石蔬的部分 茄子可能在噴調過程當中 它會 常常在煮會黑掉 或者是爛掉 所以我們今天教一個小撇步 怎麼樣去處理這個茄子 在你料理過程 它茄子一樣保持著紫色的狀況 請問茄子要怎麼處理 炒起來才不會黑掉 這是大家最常遇到的問題 1 用鹽水燙過 好 2 先用水燙守候冰鎮 3 先用油炸過 請搶 搶 妳看什麼 妳最近搶答 我猜 主婦的直覺 快點 應該是 第2 第2個 是不是用冰水 妳沒看我這一題 這一題我根本就沒有在動嗎 因為我覺得我要知道答案嗎 因為我知道答案 真的 真的啊 所以我想是真的嗎 完蛋了 維琳姐現在在動搖了 真的 所以是準嗎 不要跟她講 讓她答 也不是3 是1 主婦的直覺 好 我聽Vicky的 如果錯了就把她一個讚拿走 喂 沒有這回事喔 不好意思 好 開玩笑 好 到底要怎麼做呢 謝師傅 恭喜 答錯了 我見面嘛 是不是 精采了 好 來用油炸 就是耐晨有保護她的顏色啊 沒錯 標準答案 好 好 你讓我出來耶 恭喜阿神等到一個讚次 好 沒想到她真的會耶 真的 那師傅到底要怎麼 這個步驟炸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切子它會氧化 所以我們油溫 就是要藉由它的油溫的高溫 去把它封住 就是比較早切起來 放在空氣下 它就會變成這樣 有沒有 所以黑黑的 所以黑黑的原因就是 氧化的作用才會造成這樣 炸成金黃色耶 有沒有網直 把它瀝出來 還是要爆香 爆香料 這時候是稍微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食術放進去 一次全下來 一次全部下 說 這顏色好漂亮喔 接下來下我們的調味料 雞粉 雞粉 好香喔 我現在稍微加了一些奶油 最常會聞到奶油香 不用加水 不用 蔬菜本身會出水 我們今天要呈現的話 這什麼 鹽巴 鹽巴 就是海鹽 基本上就OK了 這時候我們就來看 我們烤箱的雞肉 出醬 金黃色的雞翅 來 盛盤 我們現在來盛盤 好香喔 烤我們的雞翅已經上盤子了 海絲出醬 好香喔 大功告成 大功告成 謝謝 是的 阿拉伯特頂級巧克力 亂派香雞吃 今天到底是誰可以吃到呢 讓我們恭喜 好可愛 好可愛 我這樣說你愛戀我 你幹嘛做一個心情 還滿像的 先讓人家看一下 裡面的感覺 妳好壞 先要感謝 她的飯噴出來了 那個飯好飽滿喔 而且我隱約有看到松露 真的 松露的醬 對 它白白的那個 對 它感覺上還鎖住那個雞汁 真的 對 我先單純吃個米飯好了 妳真是老淘擠 那巧克力飯到底是什麼感覺 媽媽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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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劇哥 想到劇哥 不要對嘴 吃完更快 會永遠愛你 真的 因為巧克力它本身有戀愛的感覺 對 對 松露又抽筋的作用 妳的口感太微妙了 真的嗎 才有微妙 就是有巧克力香之外 還有松露濃濃的味道 在口裡面 好想吃 好香 天 這很厚嗎 還噴汁 對啊 有噴汁 咬到的瞬間有噴汁 對啊 這個肉眼睛是 真的太香嫩了 好滑嫩喔 真的喔 真的 重點是它的肉質好嫩好嫩 今天我們很恭喜我們的Vicky 吃到這樣子頂級的料理 在這邊請我們的小天使 把我們的食神獎賣頒上給她 好 太棒了 太棒了 勝利 勝利 在這邊我們要謝謝我們的謝師傅 謝謝師傅 接下來再次頂級料理 其實謝師傅 聽說在桃園即將要辦個 是用巧克力做的料理 是怎麼樣一回事 它是一個巧克力博物館裡面 一個巧克力主土餐廳 謝師傅他對巧克力情有獨奏 可以做出很多料理 所以今天才可以帶來 我們這麼好的料理 謝謝謝師傅 謝謝 謝謝 希望大家一定要鎖定 我們每天七點半到八點鐘 我們的 新兵進行曲 看見